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险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台湾遭遇了56年来最严重干旱 3月7号台中大甲镇南宫举办一场 睽違58年的旗雨法会 2000多人衣裙鼓里穿着白衣出席 盼有雨水妈之称的大甲妈祖 能拜托老天带来雨事 而现场最引人注目的 是一只用竹子高高挂起 用纸壶的黑色大鸟又称桑羊 古代相传 商洋起舞就会引来大雨 因此又被称为织雨之鸟 而民国52年台湾九旱未雨 当时的台中县县长何金生 同样是一群鼓里 带领地方人士披麻带笑 在河岸设谈起雨 大约一个小时后真的天降甘霖 但起雨真的有效吗 起雨的意义又是什么 民俗汉气象专家认为 虽然起雨仪式不能真的解决汉象 但它具有正面宣导效果 可以借此提醒民众共体时间 解约用水 资深采访团队李星南 朱涵瑜张鸿顺张顺带的深入追踪 大甲智南宫庙前广场 两千多人清一色身穿白色上衣 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法师颂读奇雨文 带领大家上老天求语 智南宫相隔五十八年 再办奇雨大典 一切医学鼓礼进行 襄阳古墓 有嘴 襄阳古墓 襄阳古墓 后来哦 典礼重头戏是由工作人员摇晃竹子 古东西在上头的黑色大鸟 这只在古代被称为商羊的神鸟 又称为知语知鸟 一般都会将纸糊的商羊 高挂在奇雨的仪式上 因为传说商羊一旦起舞 就能引来大雨 这个商羊呢 它在单脚跳舞的时候呢 表示呢 会有大雨降临 所以在古代呢 只要看到这个商羊群举的时候呢 民众就要准备要疏通 这个枸杞 移民淹水 那如果碰到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由人来跳所谓的商羊舞 也就是比照商羊 一只脚跳舞这样子 但仪式进行到一半 高挂商羊的红线突然断落 商羊坠地 突如其来的状况 到底代表什么含义 其实应该是线没有绑好 但是他们一般来说 坠地就是商羊来了 就是因为它会舞动 舞动之后它就如果有坠地 你就表示雨要来了 对 所以变成说那个也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也可以让民众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心 跟一个象征 现场也少不了起雨不翻 皇帝洪字写着 召唤四海龙王雷公殿母 祈求皇天降雨救万民 但请神明当桥梁 替人民向天求雨 为什么会找上大甲妈 大家妈是去架出发 去架召发 是说跟着我们丸吟 跟着我们家里 哇 落到很大的河 大家都很高兴 所有政府所有农民 真感谢的大甲妈 带来财富 水就是财富 所以大家都请去给水妈 这次法会请出来 作证的神明 阵容相当浩大 除了二妈妈组 还有传说中 三次起雨灵验的 真洁妈 以及掌管医药及粮食的 神农大帝 真洁妈其实就是大甲的 所谓的林春梁 她是目前我们台湾首寡 总冠军 首了72年 由这个有圣洁的女性来祈求 在大甲的历史上 就已经有三次 是由真洁妈林春梁来祈雨 而且都得到林宴 所以是由真洁妈 就连所有参与祈雨仪式的人员 都被规定要穿百衣出席 大家配合度百分百 但其实在古代 求雨仪式上 不但要披麻戴笑 求雨前还要摘戒沐浴 禁止打猎补如三天 现代人采用的已经是简化版 一般古代在祈雨室 要披麻戴笑 披麻戴笑穿草鞋拿招魂帆 这个表示非常的悲伤 哀伤 穿伤服披麻戴笑 当然是表示家里有伤势 那借此希望能够得到上天的怜悯 勘快普降甘宁 全场两个多小时 除了大甲镇兰宫董事长严清彪 台中市长卢秀燕 率领古卫局长 农田水利署台中管理处处长 陈荣福等官员也入列 一字排开行三柜九寇礼 时隔近半世纪 其与大典再度展现世人面前 发起单位是2020年才从水利会改制而来的农田水利署 我们德基水库的蓄水量是10%以下 那礼潭水库也都是15%以下 所以说是50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眼前这一片大草原 竟是名德水库底部 杂草长得快要比人高 连山板都搁浅在草丛中 德基水库也严重干涸 蓄水量只剩一成 来到47年水位最低点 过去水利会配合地方习俗 每年农历七月举办峻头祭 祈求灌溉顺利 但发动其余仪式却是史上 头一遭 因为光是农田水利署台中管理处辖区 所涵盖的灌溉面积 两万六千多公顷 已经有两万两千七百四十四公顷 也就是将近九成的农地 被迫停灌收根 农民苦等不到甘霖 在地方人士提议下 农田水利署台中管理处 向大甲镇兰宫行文 希望携伴其余仪式 其实我们的前申水利会 都有这样的一个 也算是拜土地公 然后拜拜的一个习俗 那刚好遇到今年 特别的干旱 那我们就研究说 那除了我们进人士以外 是要听天命 干旱求助神明 大甲镇兰宫其余非首例 庙方翻出旧照片 民国52年九旱不语 当时的台中县长何金生 率众两千多人 浩浩荡荡来到大甲水尾西河床 设相案其余 全体披码带笑 穿草鞋 民国52年 实际上大家都是農業死呆 所以说没水 所有農民都是没办法生化 所以管长派到 这个何金生管长派到 大家这一年辛苦 一清新 穿着麻衣 拖好 就是已经大家都很疲惡了 三宝一宝 三宝一宝 四宝一宿 去到我们这个 大甲的水域挽救 带到我们的新农台帝 带到我们的大甲 带到很多带 在那里做了这个Q号 根据庙方记载 从清朝以来 大甲骂至少有十次起雨记录 几乎每回都能成功遭雨 而这一回大甲镇兰宫 深夜进行起雨前的仪式 台中彰化就下起短暂大雨 但是法会结束后 当天只下了毛毛细雨 而且连日艳阳高照 大家不禁想问 起雨仪式是否真能呼风唤雨 起雨往往被冠上迷信之说 起雨的意义究竟为何 历朝历代其实都能批评 可是大家非常清楚 是宗教是归宗教 妈祖是为大家带来 一个生活上的信心 也提醒大家 有水当事无水之苦 需要往下走 但是实际上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施政行为 当然是我们政治人物 或者是我们民众 要来持续努力的 学者认为 起雨仪式固然不能解除悍象 但具有正面宣导效果 可以借此提醒民众 供体时间 节约用水 就算没下雨 也安忍心 连气象局长 正名点也在脸书上 表明想看这场 起雨仪式 基本上我是很正面 看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 基本上是民间自发性 自发性的 要 等于是要大家重视 水的问题 也事实上是一种强调 水的重要 民众求雨若渴 何时能盼到雨来 求助神明可以安定人心 但若从科学角度找答案 中南部迟迟不下雨 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南方 高压笼罩 对流发展不起来 反升现象的时候 我们热带地气这边的东风 会偏强 那东风偏强的话 在这一带会是一个低压 那我们台湾这边 南海这边就是一个高气压 那高气压是下沉运动 而且它在南边的话 高气压事实上阻挡 南方的水汽上来 所以不容易下雨 台湾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 2.6倍 多雨之倒却流不住水 深陷缺水危机 民众求天 把古老仪式搬上台面 希望派来雨神 天降甘霖 同时也凸显极端气候 汗烙并存的情况下 水资源管理的急迫性 与重要性 水资源管理的急迫性